大家好,我是施以亨 上次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打稿分析分享结束之后 很多人觉得要直接上手了 但其实大家忘记了,还有工具分享的这一集 所以我们这一集跟下一集要做工具分享 还有上色以及调色介绍 工具介绍以及调色练习,我们就开始吧,Go! 介绍一下水彩工具 我们会用到的水彩工具,其实你用习惯之后并不复杂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水彩笔 水彩笔的话,其实一般我们会分 当然有很多种,看你今天是画什么样的风格 我们再决定,水彩笔主要分两大类 一个是动物毛的,一个是非动物毛的 也就是所谓的人造尼龙毛 通常我们在使用水彩笔的时候 在一开始呢,我们会先选择是各半 就是整支笔当中呢,它可能会有尼龙毛 它也有动物毛 那尼龙毛的特性呢,它是在于它的弹性会比较好 比如说像这支,这个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拨 大概就能够感受到整支笔它都是属于尼龙毛的状况 那什么是各半的呢? 像这个,它在拨的这个同时呢 这个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嘛 我们在拨这个笔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弹性也还不错 而且也还蛮软的 那实际上在画的这个差别就是在于 我们的动物毛它吸水量会比较好 所以当你在控制水分的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不会是像全尼龙毛一样 可能你沾了一点颜料,你画了几笔 那可能就已经没有颜料了,没有墨水了 那如果在一开始初学阶段呢 我们使用全动物毛的也其实不是那么好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水分控制 还不是这么样的好 那如果说你全部动物毛的话 因为它含水量非常的足够 所以你可能会有可能画到一半的淹水 或是水分太多的状况 所以一开始都是推荐 我们可以去买水彩笔的时候呢 选购的模式,选购的方向 应该是一半动物毛的,一半是尼龙毛的 这样会比较好 那各式笔型的大小 比如说像有这种排笔 排笔的话当然就是 你可能是要画比较大张的图 或者是说你要刷比较大范围的笔触的时候 会用到的 当然它的毛的种类也是有分很多种 那一般有少数的状况下呢 我们会使用毛笔来画 那其实毛笔呢 基本上它都是全动物毛的居多 它只有分什么动物毛 什么样的动物 什么样的动物 是不一样的 那毛笔的话 它的优势主要在于说 你在刷一些笔触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有春发的感觉 也就是国画之中的那种笔触 那使用水彩笔它的特色是说 它的每一个小范围 或是每一个色块 它能够掌握到比较平均的状况 你画出来的时候 它那个色块比较好 去做一个缝合的部分 好那水彩笔的保养啊 它也是很重要的 一般我们在洗笔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笔洗 笔洗它有分三格 是非常好用的 一般来讲 我们会有一种水袋型的 水袋型它就等于是 像一个小桶子嘛 那它在洗笔的时候 会稍微比较不方便 是因为你可能稍微洗了一下 它的水会慢慢就变脏了 那你可能就是要随时去换水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买这种 像它有分三格的 你就可以可能先取一小格 来当作备用 那主要有一格 我们可以先来洗暖色调 有一格先来洗冷色调 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不用一直去换水 那一般在笔的保养啊 我们在洗笔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开始 你可以先去把你的笔先沾湿 然后我们可以先在里面绕一绕 像是这样子 这样子 千万不要的洗笔方式 就是用正面去搓它 我们稍微有点带侧面的方式 像这样子的方式去洗它 然后到最后呢 你快洗完之后 我们可以随时做这样子的动作 慢慢把你的水分 和你的这个 上面的水彩饮料 都慢慢的压出来 到最后的阶段 你觉得已经洗得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再 抽一张面纸或卫生纸 也是一样从这个末端 慢慢的往下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通常每次洗笔啊 它的最上面这边 会吸附最多的水彩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是我们这个笔杆 去夹住毛的部分 里面可能会有时候会洗不到 所以通常有这种洗不到的状况呢 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 就是你把你的笔去泡在水里面 大概泡个10分钟到30分钟都可以 然后最后一样 我们再去用这个面纸 把它给吸干 这是笔的保养方式 那还有一个部分要注意就是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装水彩笔的笔套 那这个笔套呢 它的样式当然有很多种 我觉得没有局限一定要哪一种 但是我比较推荐的笔套的方式呢 是用这种旋起来的方式 不管你是用竹帘的 或是像这种布的 皮的都可以 它主要能够让你的笔 受到保护的方式是因为 我们将我们这个笔呢 一支一支把它放到我们的笔袋当中之后 不管是大的或小的 你只要在你 收起笔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最里面卷到最外面 它都要服贴的 那你最后呢 你把这个笔套 用外面这个线把它绑紧 好这个时候呢 你的笔呢 它收到保护的地方就是 你不管你今天这个笔套 你是放在包包 或直接拿着 它里面的笔 它是不会移动的 如果让它移动会怎么样呢 就很像是 我们今天把这个笔拿出来 你看 如果你今天放在包包里面 你的笔 在做移动的时候 它会这样去戳你的毛 那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 你放在包包里面的笔 你没有对它做什么事 可是你的笔毛 它却慢慢的 旁边 它的四周都开始变毛罩 就是因为它在移动的过程中 它一直会把你的毛 一根一根去做折到 所以 你如果要把你的笔 做一个保养的话 第一个 洗笔的动作要注意 然后再来就是 你在携带你的笔的时候 或者是 把你的笔收起来的时候呢 都要注意到 它没有全干 或者是说 干了之后呢 被移动的时候 它会不会去戳到它的毛 这个是笔袋的部分 水彩的品牌跟种类 当然有分很多种 那我们通常呢 我们在使用 在选用水彩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是 可以先使用透明水彩 那既然说有透明水彩 但也有不透明水彩 为什么一开始出 初阶的时候 不建议使用不透明水彩呢 因为不透明水彩 它在跟透明水彩 做结合的时候 它很容易让颜色变得比较灼 简单的说 我们不透明水彩当中呢 都多少含有一些白色的成分 所谓的白色 它就是有点粉色气 那它如果跟透明水彩混在一起的时候 它很容易变成灰色掉 那当你的水彩变成灰色掉的时候 它的调色 它的彩度 凝度 它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水彩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在初学阶段 建议我们先使用透明的水彩 那是不是透明的水彩呢 每个品牌它标示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到时候你们在美术社选用的时候 选购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再问问看美术社的店员 美术社的老板 他们就会跟你讲 好那再来我们看我们的调色盘 好调色盘的部分呢 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 这个是我自己最常使用的 它是快撞型的水彩 一般来讲快撞型的水彩呢 它会跟你的调色盘 它是做一个一体成型的 一体成型的模式 那快撞水彩它跟一般我们这种 调撞水彩有什么差别呢 好调撞水彩呢 顾名实义就是 我们通常只要打开你的盖子 看你要多少的量 我们就直接挤在调色盘上 它就是这样 就很直接的方式 那快撞的水彩啊 它本身它就是设计成一块固体状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我现在沾了水 把盐料化出来之后 它是不是会觉得好像没那么饱和 事实上是不会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 你用这种调撞的水彩挤出来 然后干掉了之后 我们下一次再使用 那可能就会变得有点不饱和 这两种方式它其实是不同的 快撞水彩它是 一开始就设计成它是快撞的 所以只要沾水 稍微再帮它摩擦一下 那颜色它就会完全的显现出来 好那再来就是 我们一般 你如果不是用快撞水彩 你是用挤的话 那我们会挑一个 盡量它的范围大一点 有时候会 看你的画质的大小 我们再来决定 我们调色盘它需要用到多少 那一般我比较建议的大小是 你至少要两个手掌 不管是长形或什么 你加起来大概两个手掌的大小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就是一般我们在画 8开以下尺寸的时候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这个调色盘大小 那你们会看到 注意到我们的这个调色盘 好其实并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干净 那为什么我们会 在上色的时候呢 在画画的时候 会不把这个东西洗干净呢 事实上 如果你今天是初学者 那我建议你的调色盘 在调色的区域呢 永远都是保持干净的 只有在你的原料区 在挤颜料的时候呢 它可以是下次可以再使用的 你没有用完不用洗掉 因为你在调色的时候 我们现阶段呢 你在初学 你还不知道 你上次用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 搭在一起的 或者是说你直接看 你看不出来 这时候你在调色的时候 就会有点靠运气去调色 所以我的建议是 当你在一开始做初学的时候呢 拿一个全部干净的调色盘 我们再来做上色 那为什么我使用这样的颜色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花的时间 我的精力是比较长的 所以当我在使用 上面已经有的颜色 已经调过的颜色的时候 可以节省我自己个人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发现 我的颜色什么地方已经脏掉了 什么地方已经不能用了 那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洗掉了 因为有的颜色 它有个极限 等到你的颜色混太多次之后呢 那边颜色就是 不能再使用的颜色 就是所谓我们提到 髒的颜色 如果你的水彩颜料 髒掉的话 你在画任何的色彩 它的彩度和绵度 它都会大大受影响 所以你调色盘最好 就是保持一个干净的状况 基本工具呢 大家会最常忽略掉的 就是我们的面纸 还有我们的抹布 面纸跟抹布呢 很多人在画水彩的时候 只有注意到 我们可能要带水彩笔 还有水彩颜料 还有调色盘 因为我们要画水彩嘛 会直觉先想到这些 平常我们不常用的东西 那其实 为什么面纸跟 我们的抹布这么重要 因为 我们在画水彩 最难的部分 最难的技巧 就是在于水分的控制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 抹布 你也没有面纸 那你的水分 是没有办法做控制的 你的每一笔下去之后 它都是一样的水分 有可能会淹水 有可能会水分不够 所以当我们用水彩笔沾完水 要准备去做上色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去用我们的抹布 或者是面纸 做一个水分的微调的动作 那有人会提到说 什么时候要用抹布 什么时候要用面纸的状况 有时候呢 我们在画比较小的地方 比较细微的部分 我们会拿比较小支的水彩笔 比较小支的水彩笔呢 它的笔毛 但相对的就会比比较大支的水彩笔 要少很多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在做抹布的吸水动作的时候 比较小支的水彩笔呢 因为毛的量很少 所以用抹布吸水 会有点去吸不到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 比较纤维细一点的这个面纸呢 去做一个小笔的水分微调的动作 那如果说 你今天是用大支的水彩笔 还是非常的强烈建议 是用你的抹布来做吸水 因为如果你 从头到尾 用大支的笔 用小支的笔 都是用面纸来吸水的话 第一个比较不环保 然后再来就是 你的水分 你只要过多的状况下 通常一张面纸 你一下去之后 它整张就失掉了 所以其实会造成一个 不必要的浪费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你不是用小支的笔 去做细微的水分处理的话 我们都还是使用以抹布为准 是比较重要的 好 基本工具介绍完呢 这个是额外的 一般我们在画水彩的时候 会比较忽略掉一个习惯的问题 我们的水彩笔大多数呢 笔杆都是圆形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直接放在桌上 好准备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程序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你的笔会这样子滚来滚去的 那我曾经发生一个状况是 我的笔放在桌上 那我的图已经画得差不多了 它就是这样子直接滚 滚到我的画面当中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机率没有很大 但很有可能 会让你刚刚 已经画好的作品 让你的滚过去的这个笔 去沾到 你没有要沾到的颜料 所以这个工具就是很简单 就让你的笔可以靠在上面 不会让它旋转 那其实这个工具呢 自己可以制作 只是重点不要让它可以移动就好了 这个工具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找一块 你不要的木头 然后很简单的用几个钉子 看你要多大的距离 你的距离可以大一点 你的距离可以小一点 你就稍微去钉一个钉子上去 那你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靠在上面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 它会去做一个滚动的动作 好 这个是我们所有 待会会用到的水彩工具 的基本工具介绍 大概到这边 如果说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 或者是我们的频道 对你还有一点点小帮助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